跟大陸好来好去还可以赚钱拼经济 那不是很好吗 那福利就越来越好 买什么烂武器啊 你买那么多武器是真的想打仗吗 买武器不要觉得很好啊 武器 最后一条路就是死路 侯友宜推出了牛肉政策 就是健保在长辈这一块免费 柯文哲也觉得这个不错 也互相推出了牛肉政策 结果衰热源说什么 我们就抄袭起了 网友就说 七年都不做 现在人家在党做你就要做 结果他们回去算一算 不对 不行啦 还要后年才可以啦 没关系啦 只要在民进党下来 我相信在民进党没有贪图厂商 没有一些绿能的问题 我相信长辈的健保免费 明年就可以很快的实施 认同的打6好不好 我们把均购的钱省下来 给我们这些长辈 这些弱势团体 补助不是很好吗 然后跟大陆好来好去 还可以赚钱拼经济 那不是很好吗 那福利就越来越好 买什么烂武器呀 你买那么多武器 是真的想打仗吗 买武器不要觉得很好 最后一条路就是死路 讲话明白就这样 基本的就好 因为没有人要打仗 谁要打仗 打下去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打完之后 然后大陆就变成我们台湾最大的 离岛是不是啊 爱连斗内750块 先让老大吃鸡超过750块就老大吃鸡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新闻 你知道吗 明年入伍的新兵要投手榴弹 而且重点是什么 投10弹 老大70年次的 我退伍已经20年了 我没有投过10弹 10弹对 就是要投10弹 手榴弹 10弹投直纳入新兵训练 以前都揪假 以前都丢类似像牵的手榴弹 假的 投真的手榴弹 是我爸爸那个时候的年代 明年入伍的小朋友 去投手榴弹的 真的手榴弹 恐怖哦 所以你知道吗 明年入伍的 你还不要下架民进党吗 你认同我打3好不好 你现在可以让你的小孩子 不要碰到真的手榴弹的 唯一机会 就是下架民进党 你认同我打3好不好 我不是说拿到那个炸弹 就会把你家小朋友怎么样 问题是 如果两岸一直紧张下去的话 你儿子就有机会 拿到真的手榴弹了 你也知道那种武器 小笑不然教 你有听过这句话吗 小笑不然教育平台 他不趁这个时候 赶快下架民进党 他会对他提前的 他想要亲自区一人的 我只是想要亲自区一人的